欢迎来到历史课程,我是美丽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举行了著名的重庆谈判 其中一个议题就是敦促国民党释放叶挺将军 蒋介石为了假意和平,只好同意 叶挺将军终于获得了自由 一开始,蒋介石还抱着几分幻想 以为叶挺会作为第三方民主人士 不会跟共产党走到一起 谁知叶挺出狱后第二天就迫不及待的向延安发电 要求重新加入共产党 这下,戳痛了蒋介石的敏感神经,暗生杀鸡 周总理担心叶挺留在重庆会夜长梦多 就在1946年4月8日 将叶挺将军一家人以及王若飞、伯谷、邓发等总共13人 一起送上了飞机 这家飞机的机组人员都是飞行3000多小时以上的老牌飞虎队飞行员 又是美国非常先进的军机 按理说是非常安全的 但是就在飞机升空的一瞬间 周总理却感觉心头一阵震颤 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周总理回到驻地后,紧张地等待着延安的信息 到了预定应该抵达的时刻 延安却还是没有传来报平安的电报 周总理顿时感觉不妙 4月11日,终于传来噩耗 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附近发现了失事的美军运输机 机上全体人员不幸遇难 这次空难事件一直成为周总理心头一块抹不去的伤痕 直到建国后,周总理还非常关心叶挺的两个儿子 叶正大和叶正明 多次勉励他们好好学习为国效力 有一次,周总理对叶正大谈起了四八空难 说出了长久以来埋藏在心里的遗云 他一直笃定这绝不是什么非行事故 而是蒋介石一手安排的暗杀 首先,这架飞机上有很多我党的重要人物 却没有一个国民党方面的陪同人员 蒋介石完全毫无顾忌 其次,美国军机的硬件、软件在当时都是一流的 飞行员也是老牌飞行员 经验非常丰富,不应该迷失方向 在马上就能到达延安时突然偏离航向 这种飞机一般飞行高度都在五千米 而黑茶山只不过两千米 肯定是有人在飞机飞行罗盘和高度仪表上做了手脚 才会让飞行员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但是,这只是周总理单方面的猜测 并没有技术获得足够的证据 而且,当时全面内战还没有爆发 我党为了顾全大局就没有过多追责 转眼一个甲子过去了 时间到了2006年 一个军统老特务杜吉堂即将走完自己的一生 临终前道出了死罢空难的真相 果然如周总理所料 这就是一起国民党特务蓄谋的暗杀事件 原来,蒋介石不甘心让叶挺回到共产党的阵营 于是就授意军统伪造一起飞行事故 这件事就交给了中美技术合作所大队长杜吉堂 杜吉堂又找来精通飞机维修技术的特务杨耀武 因为杨耀武经常负责给美军飞机进行维修 跟美军非常熟悉 所以美军就没有在意 结果杨耀武将一块强力磁铁 偷偷安装在了飞机罗盘和高度仪中间 使得飞行员看到的仪表都是错误的信息 飞行高度过低,最终偏离航线 又在雨雾天气下,撞毁在黑茶山上 死罢空难,终于真相大白 好了,欢迎点赞,关注历史客栈 王美丽,每天都在